那回想练一下应该就可以弹了 不要看这个 关系这四小节 你这旋律一下去 你走着就乱掉了 所以平常讲 论巴还真是不是很好弹 就是 OK 好 你这样就大功告知 剩下来就开始伴奏了 我就开始唱歌了 So me do Like an evergreen tree Your kisses Could make a grow Like an evergreen tree To the lit and blue On the evergreen tree Oh every brand Trust blossom Dream for me and you Oh tree love will grow Da n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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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Da na dee Da na n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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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evergreen tree 这样就可以了 你就这样 我就觉得你是很棒 其实你只要弹个八小节 我就觉得很棒 比如前奏 你当前奏如果能够练出来 那太棒了 这样就很棒了 然后开始 然后就弹Dola Rezo这样子 然后谱 你当和弦记不起来 你就把那个谱 放在前面 然后记谱方法 其实是看右边 Dola Rezo 不要看全部了 就是最右边 我不是写法吗 你们要学习这种撇步方法 这样记 就是这样会把整个段落记起来 Dola Dola Rezo Dola Rezo 这样整个八小节 这是记谱的方法 你不要看这个谱 这个就不要了 然后你这个看完之后 像右边那个最旁边那个 你可以整个大概 重点是怎么样 你把这个和弦 整个脉络 记在脑袋瓜里面 重点是这个东西 把曲式也练好 而不是 看着那边猛丁的那边 跳到海里面 就东南西北搞不清楚 这样苦练 这个是在做苦工的 没有摸到那个 弹琴的那个真正的跳门 所以很重要 因为我看了太多同学 很会弹 就是演奏曲 那个苦练 练了半死 结果你叫他伴奏 就跟这首歌一样 他会弹 比如说你叫他 就像这首歌 好像他会弹 你叫他伴奏 他变成不会了 那曲式的话 跟他讲 他也不懂 他只会弹 只会 只会弹演奏曲 其实这样 好像读书读欲掉了 我觉得你们不应该 这个样子 就这样练 然后 那个